一群好友相伴去鬼屋探险 可比鬼还恐怖的 是藏在这隐蔽黑暗中 不露脸的神秘人物 一场杀戮狂欢 也在他们毫不知情的灯头 悄然展开 谁又能躲过死神的脚步 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入这部恐怖电影 惊魂鬼屋 万圣节的节日氛围 让这个普通的夜晚充满了紧张和刺激 为了让被男友家暴又惨遭分手的哈珀 尽快走出阴影 室友们将他带到了酒吧的聚会上 享受酒精和摇摆的阴朗 到结束后 大家还没玩得尽信 便又叫上了两个男生 开着车 商量着下一站的目的地 路上敏感的哈珀发觉 有一辆车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可当他示意哀闻 将车熄火 停在路边时 那辆车又不见了 这时路旁一块写着鬼屋乐园的标识牌 亮了起来 艾文顺势将车开了进去 听说这里还是个网红打卡点 再加上周围 还有不少准备进入鬼屋的游客 六人当即便兴奋地来到 守门的小丑身边 将随身的手机放进保管的箱子后 走了进去 阴暗的灯光 从角落里突然冒出来的窟窿 以及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游客尖叫声 这千篇一律的套路 让六人有些兴趣盎然的走进房间 他们遇到了一个真人扮演的小丑 小丑将一个袋子拖到了身边 被装在袋子里的女人歇斯底里的大喊着 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小丑却置若罔闻地 将一块烧得通红的烙印 贴在了女人的脸上 在女人惨叫声响起的瞬间 升起的烟雾将他们团团围住 待到烟雾散尽时 小丑和女人也早就不见人影 愣了几秒的六人 紧接着拍手大声叫好起来 可算是看到不一样的新鲜玩法了 怪不得是网红景点 一上来就整这么刺激的一处 彻底被激发出兴趣的六人 走过了一处狭小的走廊 摆在他们面前的 是两条分叉的路 内森领着哈珀的两个室友 走向了左边 哈珀犹豫了一下 便紧跟在艾文的身后 走向了右边 穿过用棺材盖当门板的墙壁后 他们的面前 是一个需要爬过去的漆黑通道 艾文再次领头爬了过去 哈珀和室友马洛里 也依次缓慢的挪动着 可到了出口的时候 马路里却不见人影 从通道里出来的是一个 穿着红袍子戴着面具的工作人员 两人有些疑惑地询问 他自己的同伴去哪了 红衣人不说话 只是拉开了一旁的灯 似乎是强制性的逼迫 他们离开这里 去往下一站 紧接着又在下一站 面具人手拿电锯的驱赶下 云里雾里的两人 就这样被关进了一个房间里 令他们惊讶的是 另一队人马也被困在了这里 而且哈普的室友贝利 还受了伤 原来在分开后 贝利几人来到一间玻璃屋 根据墙上的指示 玩起了游戏 可当贝利将手伸进去时 却猛然感觉有人在抓着他 等到内森帮他将手臂拔出来的时候 上面已经被离刃 割伤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贝利现在因为失血过多 只能虚弱地依靠在墙边 正当内森几人询问起马洛底的去向时 他们身后的幕布忽然被打开 幕布后的铁丝网将哈普等人 和突然出现的鬼面人分为两个区域 他又估计重施 玩起了第一轮烙印的那个游戏 可是袋子打开后 里面的人竟然是昏迷的马洛底 鬼面人无视哈普等人的叫喊 拿起烧的通红的敲棍 就狠狠地砸向了马洛底的太阳穴 与此同时 幕布又再次被拉上 众人被眼前这一幕吓得贪错在地 这究竟是真的 还是一场极端的恶作剧呢 现在谁都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他们要赶紧离开 哈普想起之前进来的那条走廊上 有一个紧急出口 可是房间的入口已经被锁住了 内森便自高奋勇地去寻找棍子 一路走还一路喊着自己的朋友 受伤了需要帮助 这时 一个叫做米奇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他拿着大门的钥匙 表示可以带他们回到那条走廊 可那紧急出口后面 却是一堵严实的墙 米奇再三解释 马洛底肯定没死 就在外面等着他们 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到鬼屋的终点了 与其现在原路返回 还不如走下去 几人都对米奇的话半信半疑 埃文又打头阵从隧道原路返回 剩下的人呆在这里 等待埃文传递消息 哈珀子谨慎地先要走了米奇身上的鬼屋钥匙 随着埃文安全落体的声音传来后 内森让米奇也同样穿过这个隧道 可有米奇一边喊着可以走 一边却用木板将出口挡住了 内森在隧道内已经辗转最后触发机关 掉进了一间储藏室 而另一边已经原路跑出去的埃文 也没能幸免地被紧跟在其后的米奇所杀 现在就只剩下哈珀和两个室友还待在原地 这时哈珀察觉到门后 有人在拧着门把手 他一边拼命拽住门把手 一边大喊着让他们离开 可一个女人的理解 怎能抵抗过男人呢 门开后 蒙面人一把抓住还未来得及逃走的安琪的脚踝 将他狠狠摔在地上 一叉子就刺穿了脑袋 身后的哈珀 趁此机会穿过大门逃走 却还是被蒙面人拦住 逼到了角落 不过蒙面人似乎不想这么快解决掉哈珀 而是摘下了面具 特意欣赏他恐惧到 都是泪痕的脸 但这也给了刚刚来到铁丝网后的内森一个好机会 他用在储藏室里做的简易的枪 打伤了蒙面人 也给哈珀制造了逃跑的时机 两人匆匆一别后 又再次走到了不同的地方 内森来到了幕后的办公室 桌子上还摆着他们进来交上的手机 听到有动静 内森赶紧藏在幕后 屏住了呼吸 等到屋内没动静时 他偷偷爬了出来 却发现米奇站在屋里 内森一边小心地稳定着米奇的情绪 一边偷偷拿过哈珀的手机 将定位和求救的信息发给了前男友 在一番打斗后 内森终于摆脱控制 爬到了鬼屋外 而哈珀却来到了鬼屋的深处 这里的上空悬挂着锋利的匕首 下面又在不起眼的地方 摆了几排头床上的钢钉 哈珀只能凭借手电筒 微弱的光一点点挪动着 突然一个鬼脸在微弱的光中一闪 受到惊吓的哈珀 一脚踩在了落落的钢钉上 哈珀忍着剧痛 手脚并用前进 他的手却又被地上的胶水沾住 在撕撤中 掌心的皮肤也全被撤了下来 顾不上疼痛的哈珀继续往前走 他来到了一个白满的洋娃娃的粉红房间 根据墙上的指示 拿到了放在床底的钥匙 这时那个蒙面人也追了过来 经历前面那些恐怖的事情 哈珀再也不会被这些人玩弄于鼓掌之中了 他飞快地用钥匙刺向蒙面人的眼睛 随即打开了最后一扇门 可等到的却是一声巨大的枪响 门开了 哈珀躺在地上 用手捂住被射中的肩膀艰难地移动着 被刺下了一只眼的蒙面人也追上来 暴怒地将他摁在身下 随着另一声枪响 蒙面人自己却被抱头而亡 此时鬼屋里的灯突然被点亮 这一只藏在暗处的蒙面人们 要进行最后的收割了 躲藏起来的哈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杀死了贝利 或许是亲手杀死闺蜜的悲痛 点燃了哈珀的怒火 他奋力搬起放置在机关槽里的枪 打死了手拿电锯的小丑 又顺便将门后被米奇亚倒在地的内僧救了下来 离开时他看见了拐角处前男友的尸体 他是在赶来救哈珀的途中被小丑杀死了 两人一路开挂 连杀三个小丑逃到了大道上 只不过内森的腹部中了枪流血不止 哈珀一路搀扶着他 找到了前男友停在外面的车 终于保住了性命 逃离了这个恐怖血腥的鬼屋 可这场噩梦却并没有结束 夜幕降临 最后的小丑闯入了哈珀的家里 可他的双脚却被撒在门口的浇水 定在原地 小丑有一些慌张的奋力撕扯着 结果重心不韦摔在地上 手掌也被放置在前方的钢钉 狠狠贯穿 在小丑因为剧痛发出的凄惨叫声中 哈珀端着枪从黑暗中现身 让我来摘下你的面具吧 一声枪响滑破黑夜 小丑也在满地的血泊中长眠 小丑鬼屋虐杀 这三个元素早已被恐怖片玩腻了 但是要将它们三合一放在一步距离 这陡然而生的刺激 可以算是新鲜的吸人眼球 似乎这九十分钟的时长 还有些不够 只恨导演为何不再多拍几部续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